地主婆有事儿吗 哎 年成不好 地主家也得精打细算了 我准备呢 给你换一块地种 嗯 放心不会让你亏了的 你原来那块地不是长十米宽八米吗 是啊 我这块新的地呢 这两条边也是十米和八米 一块好地放心吧 怎么会呢 嗯 哈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大海老师 那同学们告诉大海老师 刚才片子里面演的这个交换 是不是公平的等加的呢 嗯 不太知道 有的同学可能学过了最后会知道 这肯定不是 对吧 那有同学想就算我不知道 但看着这个英雄的庇图 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 那不要紧 学了咱们今天的课程之后 同学们都能够立刻轻松地得到 这一次的交换到底是公平 还是不公平的 那进入我们今天的课程 四边形当中的基本图形 同样我们是要用两讲的内容 来详细讲解 那提到了四边形的基本图形 那这就是我们数学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 也就是几何 实际上咱们在二三年级的时候呢 就已经揭图过了 咱们当时会重点学习的是 正方形还有长方形 不过咱们在二三年级 主要研究的是正方形 长方形的什么量呢 嗯 我们一般算的是它的周长 对不对 一圈的长度 那我会说老师 那没有错啊 你看从周长来看 这两块地都是一样大小的 对不对 周长是一样的 那应该是公平的吧 哇 地主婆什么时候能变得这么好心了呢 所以同学们 咱们要知道 在几何图形当中 周长是一个重要的衡量要素 但同样的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是专门来衡量 这个交换到底是否值得的 那这个要素又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也会经常见到 比如说咱们同学 肯定都是有房子住的 对不对 这话问的 那咱们的房子肯定是有大有小 或比说咱们家里的房间 对吧 厨房啊 客厅啊 还有你的卧室啊 或者爸爸的卧室 它的大小是一样的吗 对啊 不一样的 那咱们是用什么来叙述这个大小 比如说 别人问 这个佳佳 你们家房子大不大呀 那你们家房子多大呀 一般我们会怎么回答呢 多少平米 我们是不是一般会这样回答 我们家的房子一般是多少多少平米 对吧 比如说咱们佳佳老师的房子 特别特别的大 对吧 这个基本上可以在里面开个游泳池啊 这个刘翔在里面跑个百米跨栏 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那像大海老师的房子 哎 就是被地主婆弃压 对吧 这就只有小小的二十多平啊 或者三十多平 那像这个平米 当然了 它的具体名称应该叫做平方米 那多少多少平方米 这衡量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重点学习的 几何当中的另外一个要素 它叫做面积 面积的作用就是专用来衡量 这块地的大小的 那你学过了面积计算之后 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交换到底是不是公平的 所以接下来 马上进入今天的 大海老师的传工时间 那接下来咱们要重点学习的 就是我们以后在几何当中 会碰到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图形 它们的面积公式是如何来进行计算的 首先摆在我面前的 仍然是非常熟悉的正方形和长方形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正方形 好 比如说我们在黑板的右边 给了一个正方形 它的边长是三 那请问下同学们 正方形的面积 咱们之前有没有所涉猎过呢 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对不对 那能告诉我 边长为三的正方形 它的面积是什么呢 三乘三 哦 有同学能够很快地算出来 是三乘三等于九 对吧 那在这里没有学习同学不要紧 大家老师要给你讲解一下 那首先呢 在这个之前 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规定 那也就是对于这样的长方形 边长为一的正方形 对 边长为一的正方形 那么我们就不妨规定 它的这个面积呢 就为一个面积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来看 当边长为三的时候 咱们来想 边长为一的正方形 它的面积是不是就为一啊 这是我们规定的 那边长为三 我是不是得先把它转化成 边长为一的吧 那三 几个一啊 三个 所以咱们就把它的这条边 给平分成三等分 同理 竖着的咱也平分 三等分 好了 那么横着画两条线 竖着画两条线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大正方形 是不是划分成了 九个小正方形吧 每个小正方形的边长都是 一 那是不是一共就应该是 面积为一的有九个 那加在一起 是不是应该就是 九 那当然了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相当于被我们分成了三行 每行有三个 所以最后列式 是不是就是三 乘以 三吧 嗯 那如果我们抛开了这个曲线 曲线 曲线的话 就来看这两个三 它代表的 是不是就是这个正方形的 边长 对不对 所以正方形的面积 那就是边长 乘以 边长 好 这是第一个正方形的面积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 长方形 同样的 上个图 来 请你告诉我 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长为四 宽为三 我们应该怎么来求呢 嗯 就分完了数一数 啊 我们可以像刚才那样 分完了数一数 看看有多少个面积为一的 小正方形 是不是就可以了 或者 如果同学以前学过的话 应该能够直接给出 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那同样的 我们来分一下吧 横长为四 宽为三 那长这里分成四份 宽这里分成三等分 对吧 那我们竖着 画三条线 横着 画两条线 这样我们一共把这个长方形 分成了 一二三四 每行有四个三行 那应该一共有 第二个 那也就是每行四个 乘以一共的三行 是不是就是它的面积 三四 一十二 四 正好就是我这个图当中的 长 三 就是这个图当中的 宽 所以 长方形的面积 那就是 长乘宽 非常好 那就是 长乘以宽 好 首先这两个 正方形和长方形的面积 是我们同学非常熟悉的 那也希望各位同学 首先这两个基础的面积公式 一定要掌握住 那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来学习或者预见一些 可能我们平时有所见过的图形 但是它的面积 我们可能没有研究的 咱们怎样通过正方形或者长方形 推导出来呢 那接下来 马上碰见的 就是刚才地主婆要换的那块地了 它叫做平行四边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一个这样的图形 感觉好像就是把一个长方形 一推 给它推歪了 对不对 好了 那现在我们的任务 是不是要来计算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吧 那在这里 也是大海老师曾经在课堂说过的 咱们从四年级开始 要学会一下很重要的能力或者本领 叫做化未知为已知 我现在已经知道的 是不是正方形或者是长方形的面积 怎么算了吧 现在未知的是平行四边形 那怎么办呢 刚才咱说过了 这个平行四边形感觉是由 长方形 长方形得来的吧 如果把长方形咔一推 是不是又得到的 那就意味着 那我只要把它还原成或者变成长方形 它的面积我是不是就有可能会求出来了呢 那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跟我的长方形相比 对吧 咱在旁边 下面画一个长方形 这两个上下比较一下 感觉左边好像多出一点 在右边好像又少了一些 左边多了一点 右边少了一些 那咱是不是就把多的部分给它 切下来 看看能不能补到少的那部分去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想 左边多的这部分 是不是应该从这个点出发 我们向下做一条锤键段 这样是不是多出来了 左边这样一个小的三角形 然后怎么办呢 我给它补到右边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补充 首先我们从左边 把它多的部分给它切下 然后给它挪到右边来 好 同学们 这样操作完了之后 现在我的这个平行四边形 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规则的 长方形了 那现在我只要知道 这个长方形的长和宽 我一乘它的面积 我是不是就知道了 那现在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长方形的这个长 是不是就是原来这个平行四边形 一条边的长度吧 那在平行四边当中 我们一般把它起名叫做底 那接下来这个现在这个长方形的宽 好像没有在原来这个四边当中所出现吧 是我们自己从这个四边形的一个景点出发 是不像它对边做了一条垂线段吧 那么这条线段我们在平行四边当中同样是有名字的 它叫做高 好 那也就是说 对于平行四边形来讲 我们的面积的公式 不是长方形所属的那个长层观 而是把里面的长和宽 换成了另外两个词 叫做底和高 所以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就是 底层高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很重要的图形 平行四边形它的面积就是底层也高 那么以后我们再来求任一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的时候 那我们选择其中的一条边做底边 那么我们从它的对边上的这个顶点出发 向这条边做一条垂线段 再算出这个高是多长 那么D乘以高 这就是我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了 好 这是平行四边形的 明白了吗